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先下剧,往往是带着黑马体质的才是最香的 从琉璃到星洛宁成堂,越是不被看好的,反倒越是争气 琉璃新人阵容加小胖,硬生生播出了S级爆款剧的效应 如今剧目都完结两年多了,剧方还能收到新的广告商 足见男主成依靠这部剧,获得了多么强劲的红利 而他也没有辜负命运带来的机遇,在扮演完雨思凤之后 几乎是没有停歇地进入下一个角色,不是在剧组 就是在短暂休息中,连综艺都很少上 如今成为当红演员,成绩全是他应该得到的 星洛宁成堂让观众们再次看到了同星派的实力 李兰迪世纪宋祖儿无垒之后 又一个靠演技逆转网络评价的 在夜谭上线之前,大众对她的印象还是梦回里那个胖胖的女主 重到男演员都没办法把她抱起来 而在夜谭出现后,她五官上的灵气瞬间俘获了大众的心 怎么有人明明表情夸张,却不会五官万非呢 李兰迪与成绩,看似只有仙侠剧这一种交集 但未来有可能,就是师兄妹的关系了 唐人为宣传李兰迪新戏 17岁签约公司发展缓慢,或投入欢瑞怀抱 有些事情虽然没有官宣,但大致上是板上钉钉的了 就如李兰迪离开唐人 作为影视公司,但凡旗下一人有心去上线 官方肯定是要帮忙宣传的 有些甚至还没播出 公司就开始预热了,如胡冰青的风月锦囊 定装照才放出,公司就迫不及待转发了 对比之下,唐人近期对李兰迪的关心就少了 新洛宁成唐都快要上线半月了 公司都不见有动静的 要知道,他并非是公司签约的新人了 17岁就成为该公司一人的他 如今已携手度过6年时间 公司不给老员工做宣发 除开刻意血藏之外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李兰迪如今是离开的状态 论签约时长,他也的确到了该续约的时候 如果没有续约成功的话,那确实是要另找下家了 而网传他的新东架,是让人又爱又恨的欢瑞 杨子前经纪团队亲自策划 诚意获养奶行人,欢瑞很有意思 欢瑞在作剧这方面是有一套的 可总是喜欢搞些大礼包的操作 同一公司的演员乱顿,常常让人有出戏的感觉 如果99年生的李兰迪加入欢瑞 那么虽然他表演阅历是多的 可按年纪来算,他依旧能排在新生代里边 毕竟公司如今正在力捧的小花杨毕子 不过就比他小了一岁 且空降而来的李兰迪,不仅有良好的路人缘好 而且星洛宁成堂后期要是在巴黎的话 则会成为他的代表作 杨子在欢瑞家的经纪团队来带 从配置上来讲,足见公司对他的重视 他要是过来,势必是朝著爆火一解而来的 毕竟娱乐圈更新换代太快了 00后小花都在猛劲儿冲了 他要是这两年还没出什么爆款作品的话 之前累计到的成绩,很快就要被反超了 好在,欢瑞作为一家培养艺人与制作剧目并存的公司 旗下得的可看点还是蛮多的 既有武侠凤凰台上,又有经典民国念练12年故人戏 李兰迪能拿到,属实算好资源 在与张雨昕搭档了两部戏之后 成一也被预言可能要继续奶同事了 只因作为公司当红演员 他现在算是高层眼里的香波波 那么,你们希望看到李兰迪与成一的组合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兰迪